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年26岁 就在上周 我被公司派到了山东出差一个月 这次的任务对我来说 十分的艰巨 我工作了三年的公司 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 目前已经接近濒临倒闭的状态 所以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为了给公司拉投资的 所以呢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 可是既光荣又艰巨的 如果这次我能成功 那未来 我就是我们公司的功臣了呀 如果失败 那我未来的饭碗也将不保 虽然我作为公司的商务经理 有着多年的谈判经验 可是这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竟然这么的没底 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底气了吧 毕竟我现在的公司 很多业务做得确实不是很成熟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这个公司可以撑下去 毕竟 当时我信誓旦旦地从之前那家大公司辞职 来到了这家小的创业公司 目的就是想在这里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远大抱负 毕竟 在大公司那种人才济济的地方 我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要想成功真的太难了 可是在小公司 只要我肯努力 就一定可以在这里展露头角的 到了青岛之后 我来不及休息 就很快赶到了公司 想尽快跟这里的经理谈判 我们本来约好的时间 下午三点 准时在会议室碰面 可是我都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了 迟迟都不见他们的经理过来 后来没办法 我就去问经理的秘书 周总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可是人家秘书呢 一副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 只是随口应付我几句 领导的安排 咱们怎么知道呢 你再等等吧 没办法 求人办事就是这样啊 得看对方的脸色 我又重新坐了下来 接着耐心地等待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等到人 我觉得既然如此 我再继续等下去 也是没有意义的 干脆等明天一早 我再过来吧 反正他们周一早上开晨会的时候 经理总会在的 我直接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就往外走 可能当时走得比较着急吧 迎面撞上了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 她被我撞了一下 直接歪倒在了地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刚才走得太急了 你没事吧 我赶紧低头跟她道歉 并打算扶她起来 可就在她抬头望着我的那一刻 我忽然间傻眼了 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之前那家大公司老板的妻子 赵小云 陈嘉明 是你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云姐开心地给我打招呼 我当时觉得尴尬极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见她 小云姐跟我说 现在的她 已经跟老赵我上家公司的老板离婚了 如今 她已将公司独立出来 自己一个人出来单干了 对于她离婚的事情 我其实并不惊吓 因为五年前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就一直听说赵总对老婆特别的不好 本来她之前只是一个穷小子 后来靠着小云姐家里人的关系 才一点点地将事业做起来 可成功之后 她不但不懂得回报人家的恩情 反而变得面目可憎 得意忘形起来 对小云姐也是百般的挑剔 各种看不上 甚至我们公司好多重要的会议和抉择 她都瞒着小云姐偷偷地进行 目的就是想早点摆脱 小云姐和她家里人对她的控制 这样忘恩负义的男人 对自己的家人都尚且如此 何况对我们这些员工呢 所以才有了后面我离职的事情 只是有一点我很惊吓 小云姐真的同意了跟她离婚 我还以为她们会因此纠缠很久呢 我问小云姐 你最近过得好吗 一切都顺利吗 小云姐叹了口气说道 算不上特别好 也算不上特别坏吧 主要是我现在手里的好多资源 都被老赵给抢了去 所以现在我要想重新抢债市场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特别能理解小云姐现在的这种心情 商场如战场 真的不是可以讲感情的地方 就跟现在的我一样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聊了很久 晚上还在一起吃了饭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小云姐在一起吃饭 也第一次见识到了 一个女人的酒量有多大 我这个人平时基本上是不怎么喝酒的 只有在跟客户谈判的时候 没办法我才会多少喝一点 但是小云姐 可谓是谦卑不醉啊 我们说话还没一会的功夫 人家几杯酒就下肚了 而且一点事都没有 倒是我在旁边晕晕乎乎的 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了 我们还在一起 吐槽了很多关于她前夫的事情 一边说还一边笑 模糊中我记得 我好像还说出了 要跟她一起并肩作战的话 具体是什么 我的确也记不太清楚了 我只记得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小云姐就在我的旁边 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就到这来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小云姐一脸坏笑地跟我说 你还记得你昨天说过的话吧 这次咱们一起合作 共同受益 如何 我被小云姐的话问得有点猛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了 但是一想到现在 我们两个都是可怜人 所以我决定了 还是要帮帮她 我们商量好了 如果这次我可以帮她把方案改好 圆满通过那边的审核 把合同成功签下之后 她就会帮我去拉投资 一定不会让我吃亏的 商量好了对策之后 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所以眼下 我的任务又重新变得艰巨了起来 为了能让小云姐早点通过方案审核 我几乎每天都在熬夜帮她改方案 那段时间 我们整日窝在一起 好像又重新找回了之前在公司一起工作的感觉 小云姐虽然之前是公司的副经理 可是她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经常跟我们一起工作 加班 我们大家也都很喜欢她 而且她的工作能力非常强 平时大家有什么搞不定的地方 只要小云姐出马 立马就可以搞定 现在 这种感觉又重新回来了 我总觉得 跟小云姐一起工作 我的心里就是踏实 小云姐不仅在工作上能力突出 在生活上 她还特别会照顾人 知道我每天都在忙着方案的事情 所以吃饭的事情就由她来负责了 每天都会变着花样 给我买各种好吃的 甚至还给我买了几件衬衣 她说 看见我的衣服都穿旧了 也舍不得买新的 她看了觉得心里很难受 所以就自作主张 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 对于小云姐对我的好 我真的是特别地感动 因为我一个人在外地打拼 真的已经习惯了 我不知道被人照顾的感觉 竟然是那么的好 也许是因为日久生情吧 在这段跟她一起相处的日子里 虽然很累 但是我却觉得心里特别地温暖 有的时候 我甚至都有点贪恋这种感觉 也许黄天不负有新人吧 我们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审核 那天 小云姐别提有多开心了 从公司走出来的那一刻 她直接就上前拥抱了我 此时的我 跟她一样地开心 而且更让我开心的是 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帮到她 这对我来说 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趁着这个好日子 我也决定做一件 我之前一直想 却从来不敢做的事 那就是跟小云姐表白 小云姐 我喜欢你 以前的我 对你只有崇拜 可是现在 你离婚了 也恢复了自由身 我终于可以有这个机会 可以大胆地追求你了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特别地开心踏实 所以 我愿意后半生 都跟你一起度过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给我这个机会呢 我一番情真意切地表白 让小云姐很惊吓 虽然她没有直接答复我 可是她却直接挽起了我的胳膊 在我耳边撒娇地说道 追我的人可多了 我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了 你们说 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代表 我有机会呢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我会想到你